1993年的作品可以說比較早期的 那個時候在畫的都不是比較用心 剛摸手的一個階段 比較寫實一點 作品當然就是對那時的心境 是比較三十幾歲那個心境的比較年輕 對事情的看法比較陽光一點 因為沒有經過失程 也沒有科班出來的 憑著內心的一種感動表現的人 那種內心的一個色彩 就是這樣 現在要帶我們去看中期的作品 中期的作品 好我們現在請畫家跟我們解釋一下這個中期的作品 這個是中期的作品 可能是因為生活環境 一些 因為中期的作品變成一種 生活上一些感觸 過程當中 也許 比較 經濟方面 種種方面 一種壓力 那時候色彩 比較 比較 暗 比較暗的 那個是 跟 也許 生活上產生出來的 但是 還是很想 往這方面去 去那個 衝破 突破 希望如果自己 當然最大的目標就是 希望 活在台灣的 藝術史上 然後 傳出一條 那種 那種 心情非常堅強 所以 用的色彩 會比較 霸氣 非常 很有生命力 好 第三個時期 第三個時期 是什麼時期呢 什麼時候呢 剛剛所謂的中期是什麼時期 謝謝 謝謝 休閃一下 好 我給你介紹 你念春 喔 正在 等一下 陳博士 陳 陳主任 他說明春大十萬 這樣齁 我比較笑 跟人家 跟外界 好 我在那邊念到國中畢業 怎樣 你站在哪裡 我和藍門 對 我和藍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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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敢問一下 我有一個 我 太太的妹妹 是林毅齊 是不是 你的同學 好